那剛剛其實 與現在分析分享的時候 在網友這個聊天室裡面 還有網友說 叫他選高雄市長 好 那Vancent華 走內進來 Vancent說他自己26歲了 他大學有經歷太陽花 撕裂同學間友誼的事情 他看盡而且痛恨民進黨 那麼他希望國民黨 還有在野黨加油 好 那回到陳柏惟的下一步 我請教偉翰 就是說我剛剛有特別問到 那他選明年的高雄市議員 的機會大不大 那我又覺得說 他有可能這麼輕易的 就放棄在台中耕耘的果實嗎 我看到有那個日本的記者 石板明夫對不對 石板明夫 他說我都看到阿扁的樣子了 可以選台中市的市長 他想要陳柏惟選台中市市長 不過他是日本人 我們就聽過就算了 好 翻譯下一個 好 第二個 陳柏惟現在目前的 剛剛前衛都跟大家講 已經衝得比蔡總統還高 這是台灣基金 最大的一個車頭燈 他不會放棄的 他會怎麼講 就是說他對於這一次的補選 今天他早上在立法院的說法 蔡英文總統是有隊 不是隊友 他是台灣隊的隊長 我們是台積隊 就是台灣基進 所以我們這邊 我先把投手 現在拜投候選 我下場換一個人上來投 我還是在我們的休息區 我不會找別隊的人來幫我投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 台灣基金要推 所以剛剛在解讀 這樣大家可以湊起來 為什麼 被罷免之後 講話還是滿嗆的 因為他要維持他的風格 他要繼續這一區的補選 台灣基金要推人 最可能就是李宇貞 誰會幫他站台 當然就是陳柏惟 所以他會先去投入這個 至於之後 因為我早就已經跟大家講過 就是這一次不敢成敗 台灣基金賺的是聲量 所以他是要對於明年2022年的 不只是主要在高雄 但是全台他可能都會推 現在目前台灣基金 是希望高雄所有區 都能夠推出人選 我先跟大家講一個基礎 陳柏惟2018年 在高雄的三明區 他得到的是12600多 他是落選頭 因為再過來13000就可以當選 差1000票而已 所以三明區 你有沒有好像 什麼時候聽過三明區 對 上一次你聽到三明區 是因為王浩宇 他說我宣布我要參加 民進黨高雄的三明區議員的初選 所以選來綠營評估三明區 還有一席的可能 現在王浩宇要去 陳柏惟本來之前議員 他如果議員選上 就不會去台中選立委 所以那一區他以前經營過的 也拿了一萬兩千多票 他如果真的要回去 他現在以目前他的聲量 都比蔡總統還高了 尤其是在高雄 其實要選上看來不難 也許王浩宇就變落選頭了 浩宇不知道會不會哭哭 但是你說他要不要我不知道 因為他已經當了立委的人 你說要不要回去選 選議員幹嘛 可是畢竟他現在已經 即將不是立委 而議員是最接近的一次選舉 然後他又可以 拿到一個公職的身分 能夠有議員的身分 能夠去市議會質詢 看他自己的選擇 當然這兩天有人在問這個問題 台灣基金也有講說 應該不太可能吧 時間還沒到 都不是一定 但我覺得 既然台灣基金想要在台中二選區 推出補選候選人 他的這73000 陳柏惟一定努力的把這些票開出來 如果投票率最後 沒有這一次的發明這麼高 而他又能夠維持動能的話 最後誰贏誰出還真的很難講 因為畢竟接下來的 台灣基金推出來候選人 就不是陳柏惟 所以陳柏惟的個人籌混值 就不能用在下一個候選人身上 只是說短期之內三個月 你要轉換籌混值相對難 所以如果是一對一的選舉 台灣基金的某一位 加上國民黨的嚴寬恒 基本上這4500的差距不會差太多 因為三個月內就要選 你說隔了半年或隔了一年 那整個民意又會在流動 所以如果很短的 在三個月之內 只有一對一的選舉 是嚴寬恒對某人的話 只有一個 不管那個是民進黨 又或是台灣基金推出來的李宇貞 基本上嚴寬恒贏的機率是比較高的 但如果時間一樣是這麼短 可是卻好幾個不同排列組合的時候 那就會變不一樣了 那就看台灣基金推人 到底是推還是不推 以及民進黨會不會有人跳出 現在點名剛剛前面會講的林靜儀 林靜儀她因為她在台中中山醫院 當婦產科醫師 所以她的走動的地區都是台中 然後她也是台中女中的學生 所以她是在台中生活的 那陳世凱以前跟嚴寬選過兩次 她是在地的 就是這個選區的議員 只是每一個議員都會面對問題 還有張家安 是一個新任第一屆的議員 但是議員做第一屆要選立委 這些人都被點名 只是還有洪慈雍 洪慈雍當然他不是這一區的 可是因為洪慈雍是林家隆的 敵系的子弟兵 她是卓冠廷的夫人 這一次因為其實大家 新潮流蔡其昌在幫陳柏惟沒有錯 可是真正大家 中部地區會會講說 他就是所謂政國會的外圍 是政國會跳在一起 所以林家隆你看他多次的發文 去挺他 這次新潮流也幫進來 新潮流跟政國會都一起幫 結果後來還是沒有贏 所以這種狀況之下的時候 這幾個人到底最後誰會出來選 還是都不選 就給台灣基金自己去選 這種情況之下 至於明年的市長 我也先跟大家說 以現在目前盧秀燕的滿意度 誰來挑戰都不會贏 蔡其昌會不會選 我都覺得很懷疑 他可能看起來也不想選 因為酸不贏 所以你說 推得陳柏惟去選台中市的市長 反正不會贏 大鬧天宮一下 我覺得那個可能性不是完全沒有 不至於 不是 如果說民進黨 他覺得反正台中這局不會贏 蔡其昌要等得瞄準下一次 跟江啟臣對決的話 這一次就是我不要派人 當然這有點跳痛 這也太鬧了吧 好 那我跟大家講 也因為六都的困難度非常高 而且各自有各自的盤算 不要忘記 政府會為什麼屢屢的要求 要進行初選 因為現任優先這個 潛力在賴清德挑戰 蔡英文總統之後 已經變得似乎不存在 縣市長其實是有現任優先 這個孫老師應該很清楚 那是一個慣例 但他沒有明文 你賴清德都已經挑戰蔡英文總統 為什麼我陳廷飛 不能挑戰黃偉哲 所以蔡總統可能怕那個局勢亂 他一直想要拉回來說 六都我來提 可是黨內一直有意見 你看政國會的那個代表 一直講說 你總統出來講 不要領袭要講 所以他會出現一個變局 以現在目前的狀況看起來 不管是陳柏惟 或是民進黨推的人選 要贏明年的台中市 以目前盧秀燕在台中的民調 基本上都是如登天之難 所以會是一個熱鬧的選舉 而不是想贏的選舉 那不一樣的 如果你覺得想贏的話 那狀況是不同 我自己來 好幾次民進黨在很多選區 看起來不會贏 所以派了一個吵熱鬧的 其實之前的嚴寬恨那一局 也就是這樣 太太嚴格我們打不贏 所以乾脆陳柏惟去選好了 台北市太嚴格 反正我們一對一對 國民黨打不贏 柯文哲選好了 可是後來有奇效就贏了 所以這會是 接下來這一年的變化 好 我覺得這些網友 這反應都很快 剛剛只提到林佳龍 然後立刻網友劉宗憲就說 台中人還欠林佳龍一個道歉 蔡總統講了 那剛剛偉翰有分析了 接下來的補選之戰 以及甚至在明年的 這個台中市長選舉 那回到這個陳柏惟他本身 補選這一戰 反正他是俘選的角色 他一定會出力助攻 可是他自己的下一步 對不對 剛剛大家前面也提到了 那這個一定要來問問 在高雄待過的淺秋 他這個 因為激進黨你也知道高雄起家 總部就在高雄 我被他們黑的 踐踏的最厲害 因為他們各種很低劣的 難看的手法 做成人形立牌 什麼讓你愁化跟難看 什麼都有 可是我還是覺得對陳柏惟 我心裡還是生存感激 為什麼 因為他真的帶給大家 好多歡樂 那這幾天我笑最厲害 笑最久的一個哏 就是我們英文26個字母 變成25個 少了個Q 真的是太好笑 所以陳柏惟在這次 我認為他 如果幫他做職涯分析 為他曾經帶給我的歡樂的話 我還是覺得 他最適合的工作首選 是應該演藝工作 你看他每天只要臉蕭微 然後演演戲 一下斑開一下又苦情 然後一下又唱手 那這些演技 就非常適合 他就去做 他本來就把立法委員的工作 當成一場戲 他乾脆就是專心職勢 去把這個戲演好 然後去做演藝工作 這樣是最適合他 剛剛本來余軒說 他們不要做垃圾回收 可是本來 我也覺得滿適合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陳忠誠不是要找替死鬼 陳柏惟到現在 還沒有任何一個負責的人 他說我會負責 但一樣是沒有人負責 沒有人負責 如果要不小心換掉一個副市長 當然死責 因為是吉花媽得利的助手 所以副手第二把手 所以好像很難把他幹掉 否則會把他伸到其他地方去 可以到監察院 他哪裡去 他這時候不是缺個副市長 陳柏惟超級適合 因為他也可以幫 因為最近看陳其邁 一直被迴力標打到 自己講過的話 一天到晚打到自己的人 他常常也要應付得很累 其他的 在目前高雄市政府裡頭 沒有有足夠聲量的人 來幫他擋這個 如果陳柏惟去剛剛好 一個連銷位比他更厲害的 就剛好把他擋所有的迴力標 這看起來也是一個滿好的質額發展 但是你說本來降級 要他去選一個議員 一般來講回到高雄去 我覺得愛面子的人 或者是對自己 有所期許的人不太會 但是我覺得他應該有機會 因為他常常出奇招 你也不知道他會 就是賭徒的性格 他有時候擋就好 擋都可以 因為他不能夠補選 他又需要舞台 那就演一場戲 把高雄市議員這個選舉 去這裡最溫暖的地方可以蹭 去選個議員 我倒覺得一般正常的人不會 但我覺得他是 也滿適合的規劃 只是高雄市民 真的一天到晚被人家看衰 覺得說就是 這些人一天到晚來蹭 然後不需要真正實際的都市建設 或不需要連基本識字的能力 或者是可以對於這個教育文化 有基本的中小學的程度 就要來這裡蹭 然後只要用靠著罵 靠著賭 靠著情色等等 就可以在這裡贏得選票 但是我想他也不會認真選 反正就是把那裡當成一個舞台 當一個秀 就像他立法院這個任期 所有的工作一樣 也沒有好好認真過 反正就升一個舞台 然後下一次 隨時等個機會 民進黨再幫他升官發財就好 但是現在立法院 等於是基進黨整個被殲滅 一席不勝 我不相信民進黨 會讓給基進黨 度量沒有那麼大 所以基本上民進黨 自己會推人選 然後自己再把那邊吃下來 因為下一場民進黨在台中的選舉 還是不能輸得太難看 立刻訂閱中天電視 支持監督的力量在中天 中天新聞不會消失 只會更強大